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多元种族的一个政党不是从它的党员的那个所谓的数量而决定它是一个多元种族的一个政党 对我来的看法多元种族的一个政党就是说在每一个政策方面 我们所做的决定我们对人民有利的方针政策应该是多元化的 这个才是正确的我解读的一个多元种族的一个政党 而不是说看到一个政党里面它是华人别为主 无一为主 对无一为主它不是多元种族不是这样的看法 而是它在政策方面就在举个例子叫做民政党 我们除了庆祝我们的农历新年以外 我们也是有庆祝那个迪帕瓦里 我们也是有庆祝那个马来人的哈利拉雅 我们都有做 这个就是要从一个政党里面 虽然是民政党以华裔为主多数 可是其他的那种种族宗教的庆典 我们都也是一起参与的 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很强调的多元种族 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政党 多元的种族的一个政党 所以我本身也不赞成说 在举个例子的时候 很多人都讲说在大选的时候 你派出的候选人 也要多元种族 因为是多元种族的一个政党 所以你必须要有多元种族的一个候选人 呈现出给大家 这个是我本身一直不大赞成的一个看法 因为对民政党来讲 现在已经是最大的挑战 也是最大的失败 也是最艰苦的时候 我们的使命只有一个 就是要确保我们下一届的大选 一定要重返国会 重返州会 这个就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 所以呢 只要谁有这个能力 让民政党重返国会 重返州会的话 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 不管你是清一色 可能以后清一色 都是印度人有那个能力的话 那么他就是我们的候选人 因为我们就是要重返国会 所以我一直很强调的 就是说 我们一直讲我们的理念 我们的看法 可是我们还是在国会里面 还是没有办个国会议席 没有办个州会议席的话 我们这个政党的会面对 慢慢面对被 被遗弃的一个局面 所以我们一定不管怎么样都好 还是要重返国会 重返州会 其实作为多元族群的政党来说 那么其实公正党 他算是一个多元族群的政党 目前他也是执政党 而且目前的国会议席数也是最多的 其实公正党这样子的一个历史 于现在其实给民政党很大的鼓励 对吗 因为他们走的是多元族群的路线 目前他们的目前的状况也是蛮好的 国会议席数也是最多的 也许他的作用能够主导 主导一些我们的这个国会 他辩论的方向比较去向于多元化 毕竟公正党呢 我们每次都有谈到的 就好像毕竟没有人喜欢失败了 然后失败太多次的话 我们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时期 所以我们每次都有借此 比如举个例子 以前公正党也是才 以前没有一个国州议席 也是可以到到今天有这个国州议席 你认为公正党现在到达现在这么一个位置 取得这样的成就主要的因素和原因是什么 哪些可以由民政党去借鉴的 我觉得一个是坚持很重要 坚持那个他们的所谓的理念 多元种族的理念是很重要 可是在坚持这种理念的时候 是一个不简单的一个路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公正党里面 安华的女儿 为什么有时候发出一些 对他们西门政府不好的一个信息 所以就是因为他自己本身也不能认同说 这个国家里面就是由种族 或者是由宗教来分化掉这个整个国家 所以呢我们觉得是说 我觉得我也必须要称赞那个Nuru的 因为这毕竟是说 这个立场是不简单的 你做出这个决定也不容易的 可是民政党是支持的 因为我们知道唯有中庸路线 才可以把这个马来西亚 多元种族的一个马来西亚 多元宗教多元文化的马来西亚 带到更好更高的一个境界 好像似乎我们现在目前的政治局势来说 有两股力量在撕撤着 一个是这个多元的普世价值路线 另外一方面是宗教种族方面的这个路线 两个路线 那么过去曾经我们所看到的一些补选 包括世贸越补选 金马文补选 都是由国阵跟伊斯兰党的联合 联合的情况之下胜出了 那么这给国人很大的一种暗示 或一种信息 这种信息是好像似乎 在马来西亚政治的这种格局当中 走宗教路线 走种族路线 还是未来争取民众选票 最重要的一个方式 我的解读是当然一个国家是由宗教化 种族化的一个结合去赢的话 这个是每个政党都要赢 那个是肯定的 每个政党是要输 很多政党都是不知手段 只要赢为主 什么都可以做得到 可是民政党应该不会 民政党会跑出自己的原则 多元种族的这个原则 这个路线去做的一切的决定 可是当然从表面上 我们可以看到 从金马伦的补选 什麦尼的补选 现在最近的 深美兰州的那个州补选 那个成绩还没有出 可是前面的两个 武统跟伊斯兰党的结合 都得到很好的成绩 对国政来讲 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效应 可是对我本身的解读 就不大一样 因为我觉得金马伦跟 什麦尼这两个 都以不同的个案为主 我觉得金马伦最主要 他们赢面高的话 他就是说国政会赢的话 因为他派出一个队的候选人 就是那个土族 这个土族的候选人 而在什麦尼赢的话呢 我觉得也是因为 国政里面呢 他们之前的派的候选人 都比较好 还是以候选人为主 然后那个深美兰州的 更不用讲了 那个前州务大臣呢 都已经是 已经是有做好 他的工作 身为一个州议员 身为一个州务大臣 已经把自己的选区做好 所以呢 这个我是比较深入的去分析 才会有这种局面 才有仪面 而不是说表面上看来 就是说 武统跟伊斯兰党的结合 就会赢 可是表面上是这样来看 对 其实现在希望联盟 有一些压力在 因为宗教和宗教和种族的压力存在 你包括上一次大集会游行 反对签约 反对一个 当时是反对 就是无种族歧视的一个公约吧 然后对 然后就有一些大集会游行 当时我去现场去看了 有很多马来人 很多的马来人在 然后其中我也去 去跟几个马来人去做沟通 他们也表示说 我们不支持 他们说我们不是国阵的支持者 曾经他们是支持希望联盟上台的 但是他们要让现在的希望联盟看到 不要忽略马来人 毕竟马来人的特权和权益是历史以来就有的 不要忽略我们的权益 让他看到我们的存在 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 包括两次布选也好 包括现在的这个希望联盟受到的压力 包括最近还有一些压力 说有黑暗势力的存在 然后涉及到苏丹问题 然后也被迫撤销了这样子的一个 国际法律的一个签约的一个事情 所以可以看到希望联盟的一些动作 也可以看到国阵这方面的一种渲染 好像我们目前来说 希望联盟来说 还是一直接受着 或者受着种族或宗教这方面压力的一些制约 所以他们在做一些行政方面的一些决策的时候 也有些偏向保守方面的一些做法 这也包括了首相最近一直强调 那个在上市公司里面 必须保留30%的土足 这个也是因为他看到补选的压力 而造成他再重回要30%土足的那个特权的那个决定 所以我都讲了 做一个中庸路线的一个政党 或者是要做一个中庸路线的政府 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 因为毕竟你要拿捏 你重点还是要有政权 你要政权的话 你要有人民里面的支持 但人民里面当然也要有多数人民的支持 而在这个国家里面 当然马来人占了整60多% 也是多数 其他的种族 华裔啊 印度人啊 其他的种族就比较少 所以要跑这个中庸的路线 真的不是那么简单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们民政党就是要扮演这种角色 就是要让确保政府 不要慢慢走上种族化 就慢慢走上宗教化 这个就是我们所强调的立场 对 所以民政党的选择确实前途还是比较精心的 你看巫统他或者是国政巫统 他完全可以选择之前的多元的这种阵营 在内的共同治理国家的这种模式 但他最终还是为了选票 为了能够重返执政党的位置 跟伊斯兰党合作了 所以好多政党都是面对现实的这种选择 那么民政党 这个也包括行动党 有一个42个国会议员的一个行动党 在这种政策方面 比如说做一个土著经济大会 保持30%那个土著那个优先权 这个方面他们完完全全没有出身 所以身为一个大政党的话 我想说在大选前 我们一直号称我们是一个多元种族的一个国家 可是毕竟面对到现实 当了政府过后 有了压力过后还是做不到 所以我们很期待 我们也很期盼 那就是说身为 所谓应该是第二大政党 行动党应该是以前所做的宣言 应该是落实的时候 我们也期待他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所以刚才我在跟您在探讨行动党 究竟它的这个党性是多元的 还是单一族群的 但是在我们这个政治环境当中 只有单一族群的这种政党 它才有未来的前景 或者是有很多的选民在支持它 你包括最近一次包括新西兰的这个恐袭案 其实可以观察到很多政党都在发言发声 但是好像似乎民主行动党的几个国会议员 州议员的发言让人感受到一些极端 包括塔利班言论 包括还有这个注重性的一些言论 但是我们也在想 民主行动党它是一个多元族群的政党 那为什么会有一些国会议员 州议员会出现一些极端的声音 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的事情 对对对 这个是我们也是感到很失望的地方 觉得在大选前跟大选后 再还没有自政前跟自政后的分别 也就是在这里了 有时候很多时候 其实我了解行动党的心情的 有时候毕竟是说虽然你身为第二个大的政党 可是很多时刻你为了保存你的政权 你没有办法去出声 也不敢出声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对他们失望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是说 不要再继续做一个静静党了 应该是在新的马来西亚里面 应该是发表出你们觉得正确的事情 对的事情都应该表达出你们的立场 对 其实不是我看到你的Facebook上的有一些贴文 包括一些政治时事 你有真面识别的一些描述 或有一些解释 包括还有一些 你们民政党的立场和建议是怎样子的 我在看 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评价的背后 又能够体现出民政党的这种政治理念 还有他对待一件事情的态度和看法 包括有一些 我观察到有一些政见 就是比较跟公正党相似 也就是多元族群的普世价值的一些路线 那么还有一些其实跟国阵 当时的国阵 过去的国阵的时候也有些相似 包括消费税 这个问题上 其实你们所持的立场就是跟国阵比较相似的 也就是我们实施消费税是正确的 现在又翻到过去的一种税种的话是不正确的 这样子的一种理念 那么还有一些这些贴文是针对民主行动党的一些贴文 然后也是真面实必 说出你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民政党的看法和意见 所以 不懂我们是在政府还是在反对党 所以究竟你们背后的这种政治理念是怎样的 这个就是我们党里面所定下来的定位 我们一直很强调我们是民政党是一个独立专业的政党 所以我一直很刚开始我讲独立 我一直给我们的解说 独立是什么意思 独立是好的事情 我们都会支持 哪怕你是西门政府建议也好 国政建议也好 反对党建议也好 只要是对人民好的政策 我们都支持 就举个例子 就好像在国政的时代 我们做不到的就是 那个在预算案里面拨款给独中 你们西门政府做得到 我们赞成 这个我们 我觉得说 当我们在朝的时候 我们做不到 你在朝你做得到 这个我们支持 当然有一些政策 比如说那个摆鞋换黑鞋 或者是 我有些部长叫你喝一杯汤匙的中油 会比较更美丽 这种说法对我们来讲就是 都没有帮到小援主 都没有帮到人民的那种政策的时候 当时我们也是批评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 当然你会看到说 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又站在西蒙这边 有时候我们又站在反对党的角色 所以我们觉得对的事情 我们都赞成 不对的东西我们会批判 可是会让人家误解到底民政党的立场 现在在哪里 你是在朝啊 还是在支持政府啊 还是你在支持反对党 其实我们是一个独立的政党 独立的政党是 我们要让人民知道是说 我们有自己的立场 自己的一个看法 其实事件差不多 我在问博士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个民政党 从过去成立到现在 槟城是起家之地 而且从建党开始 就是秉持着多元族群的路线 在走过来这么一个历史阶段 未来也继续将这样子的去走下去 那么您认为在过去 民政党在朝的时候 他在整个马来西亚的政治版图当中 他的角色是什么 那么在未来 然后这种民众党未来走的这种路线当中 他扮演的角色又是什么 其实重点刚才我讲 我们的定位呢 肯定就是在独立政党的定位 就是说我们要把自己标签 为一个独立专业的政党 然后这一次呢 我们民政党的都决定了 要搞调问证 搞调问证就是说 不管是什么政策也好 赞成也好 批判也好 就要不只是要让党员知道 要全马来西亚知道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我们在做些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要搞调问证的一个方式 然后在建中 除了我们在加强自己内部的组织以外呢 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 我们也要扮演着 看能扮演着一个第三势力的一个方向 那有时候你不喜欢西蒙 你也不喜欢反对党 可能你希望民政党可以为你代表你 发表出你的声音 你赞成我们的看法 你赞成我们的立场 那个就是民政党要扮演着一个角色 就是因为我们讲一讲说 我们多给你多一个选择的一个政党 让你来选 当你在哪里说 整个政府都没有注重经济 反对党又做不到什么东西的时候 民政党的角色就跑出来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整个要扮演的角色 可是我们的利益方面呢 我们肯定是要争取 在这个新的马来西亚 我们可以要创造的是一个全民的马来西亚 我们不要是这个马来西亚 或者是这个新的马来西亚 是为某一个种族 为某一个宗教而出现的一个马来西亚 我们不要 我们要一个全民的 我要让大家都感觉到很光荣的 很自豪的告诉大家 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 不需要告诉我们是马来西亚的马来人 马来西亚的华人 印度人我觉得这个都不是我们要的东西 我们要是一个新的马来西亚 有没有这种可能或想法 未来民政党会走种族路线 因为现在其实这是一个空档期 包括现在民众对马华 肯定是不会马上去支持他 那么对民主行动党又有一些失望 有一些华裔的选民呢 会找第三方一些政党去做自己的一些选择 但是未来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政治格局当中 种族政党还是会很吃香的 有没有有这样的一种可能 在这个马华与民主行动党之间 做第三个华人政党 应该是不会啦 因为如果在我在一起 在任领导民政党的话 我们还是跑民政党 那个多元种族的一个路线 我一直很强调 跑这个路线不简单也不容易 我们也面对很大的挑战 也面对很大的压力 毕竟一个政党 如果没有半个国会 没有半个州一席的话呢 我们的角色就慢慢会被消失掉 所以我们一直很强调 我们怎么样在跑这个中庸路线里面呢 去取得人民更大的支持 这个我是觉得我们民政党 应该扮演的角色 可是如果每个人都走那个 比较容易走的方式啊 就是谈种族啊 谈宗教的话呢 我相信这个国家的未来呢 也是非常的辛苦了 所以我觉得民政党要扮演的角色 就是要扮演好这个中庸的路线 好 其实确实这条选择这条路是艰难的 但是民政党虽然是现在这种状态 不容易的一种环境之下 但依然做出了这样这种艰难的选择 我们也祝福民政党能够一路走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刘博士来到我们的现场做客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